李女士说她受认身文困扰已经8年了 今年6月份偶然看到杭州文顾问修复中心的广告 就添加了对方工作人员的微信 一番沟通下来对方表示 一般情况下3到5次就能修复好 但明确的方案还是要到店里看看 李女士就特地从建德赶到了杭州 她说3到5次嘛我想想这么远过来 140公里来回200多公里 3到5次嘛一个月来一次也能接受的 这我就过来了嘛 6月7号李女士跟杭州文顾问修复中心 签了服务协议交了3万块钱 合同上文顾问方面承诺 给李女士的认身文项目修复到80% 但并没有写明修复次数 合同最后有杭州文言美容有限公司的盖章 看我文路比较严重她讲是属于一个重度 然后她说要再加两次巩固一下 七次保证我做好的做到满意她讲七次 如果我七次还不满意她讲 就给我做第八次做到我满意为止 然后她说今年是绝对可以每每过年的 是这样讲的一般七次 现在我已经做了七次了 一点效果都没有 李女士介绍自己最近一次做修复是11月份 因为觉得没什么效果 就向工作人员提出退款 沟通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她 因为房租到期房东突然不续约了 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场地 最近再来发现店家已经关门了 加德广场八楼这里就是原杭州文顾问修复中心 现在大门上着锁 门上贴的通知说 因为房租到期后房东不续约 正在找新场地 李女士手上有两个杭州文顾问修复中心的微信号 拨打语音电话都无人接听 有工作人员之前给她发过一个手机号码 但是现场拨打电话发送短信也都没有回复 随后记者陪李女士来到辖区长庆市场监管所 一位徐副所长表示 杭州文顾问修复中心没有注销公司 之前联系对方时 一位负责人也表达了会继续营业的想法 消费者来反映 包括我们之前也出过信价给他们调解 就是也是积极地帮他们去跟商家去做沟通 达成一个退费的一个协议 之前有反映就是他们可能 在那个宣传中涉嫌存在一些违法问题 有在利亚调查过程中 徐副所长记下了李女士的信息 表示后续会帮他跟商家沟通 腰宝黄剑继续报道